今天我有个重要的PTPA问题要问 什么问题呢 PTPA对哪一些企业有影响呢 有啊 凡是公司、协会、组织 这个组织包括非盈利的组织都会受到影响的 那你可以给我一些例子吗 可以啊 这边我就举一些例子给你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旅行社 你看旅行社它需要收集客户的资料 包括它的Passport 它的IC 它的这个银行的户口 甚至它信用卡的户口 还有它的地址 还有等等等等 这些资料都是高度敏感的 特别是信用卡跟银行户口 那这两个资料一旦被泄露的话 可能会造成顾客很严重的财务损失哦 所以这个行业是属于高度敏感的哦 第二呢就是私人学校 私人学校特别是那些有幼教的学校 因为它收集的是未成年的小孩的资料 而在法律上 这些未成年的小孩 他们的资料是属于高度敏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那包括补习中心 还有那种课外活动的那些组织吧 是不管什么组织任何的私人学校 哪怕你教的都是成人 但是成人也有个人的隐私这个条件 信息要被保护的 还有就是代理性的公司 代理性的公司 比如说Poperty Agent Insert Agent MMM的这个代理员 他们收集了客户的资料 一旦这个客户的资料被损失之后 很多人以为是 哎呀那是客户的资料 最多不是他遭殃 错了 一旦这些客户的资料被盗取之后 客户就不再相信这个Azion了 那你说对他的生意影响大吗 那是非常大 对吗 对啊 再来一个 那就是私人的医生和牙医 这里头不用多解释 因为私人的 每个人的这个健康状况 是一种高度 秘密的一种资料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个人的健康状态 很多人是不要泄露出去的 所以这是高度隐秘的私人信息来的 还有一种就是非盈利组织 这非盈利组织是哪一些呢 比如说慈善机构 公益机构 包括这个宗教团体 这些虽然他们不是盈利的组织 但是呢 因为他们收集了很多支持的这个信息 一旦这些信息被泄露之后 这些非盈利组织的这个公信力 也就是他们的信用 就会大受影响 那很多人 很多支持者 就再也不敢相信这个组织 那对这个组织的损失是很大的 特别是他的形象 所以综合刚才所讲的 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 一旦你的信用破坏掉之后 你的顾客的资料 从你的手上露出去之后 你就很难再建立起你的信用 你花的时间 你花了精力 就毁一旦 所以你说这个重要吗 哇 非常重要哦 所以你几次会有课 来教这些PTPA的这些大纲呢 有啊 那你就扫描一下 我们的这个QR码 随时注意我们的这个详情 我们这个一天的课程 就会教你PTPA的这个大纲 教你怎么去遵守 然后呢 怎么确保你的客户的资料不泄露 然后确保你的信用 才是重要 OK 现在就报名 就会教你 感谢观看